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下跟腱的检查以及跟腱检查结果的结果学分析 跟腱的检查我们讲两个,第一个是跟腱的触疹,第二个是挤压实验 跟腱的触疹的方法,患者取坐姿,腿可以垂在检查台的边缘 腰膝关节曲绝九十度,胖关节也曲绝九十度 检查者处诊患者跟腱这个地方的全部长度 基本上是小腿的远的三分之一一直到根骨的位置 那么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有明显的或者是有轻度的压痛 甚至这个地方有肿胀的话,常常提示这个区域的病变 那么可能的原因是跟腱炎,或者是这个肌腱这儿出现了病变 甚至出现了断裂,就是触疹,跟腱 小腿三头就往下,对应的是跟腱 那么再又是挤压实验,患者俯卧位 检查者握住患者的小腿三头肌或者鼻目鱼肌进行挤压 正常情况之下,这块肌肉被挤压以后会收缩,而使得怀关节 这叫直驱,这是正常情况之下 那么如果出现了跟腱的严正损伤,甚至断裂 挤压这个肌肉,也不会出现这种直驱状态 那么如果没有出现这种直驱状态 或者两侧对比这一侧直驱的幅度小 那可能提示这次的跟腱的并变 那跟腱出现并变,如果出现炎症,它有什么样的症状 有什么样的结果去分析,我们来看 症状,那走路或者是垫起脚尖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疼痛,有疼痛 跟腱处有触痛,甚至有肿胀 当你触摸跟腱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咯吱咯吱的声音 甚至这个地方有一个种物,感觉肌腱里面吐出来的东西 可能是肌腱,这个根腱炎症,激发的增生而造出 那么产生的原因有很多 我想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思路 那就是筋膜炼的思路 我们来看一下,小腿三头肌通过这个根腱 根骨,骨膜接着到足底进 那如果小腿三头肌太紧,肺腸肌太紧 深层的比目一级太紧 拉着跟腱,这个跟腱更容易出现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小腿三头肌 比如肺腸肌或者比目一级紧 那么还有可能原因是足底筋膜紧张 因为它是一个筋膜线的形式 那足底筋膜紧张也会渐渐拉到这里 当然有可能是小腿三头肌上方的国绳肌的紧张 那接着出现了这个地方的疼痛病例 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局部的一些跟腱炼或者跟腱的损伤 一局部确实有病例 二有可能是上下 比如足底筋膜,小腿三头肌,股省肌 甚至往上竖肌肌都参与这个地方的病例 那当然了,筋膜链的思路可能我们从脚一直连到头 很多跟腱的炎症患者,他们有过度使用这样的病史 比如最近开始跑步了,以前不经常跑步,突然开始跑步了 那这个地方可能发力负荷太大 而造成跟腱的炎症甚至出现了部分端